国产高端疫苗将在8月23号就要开打了 而高端疫苗公司在今天上午有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会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顺利散会 室友总经理陈灿坚在会后受访时就表示 他说除了感谢股东们的支持之外 也提高高端疫苗目前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增产报国 而陈灿坚说要感谢各位愿意支持高端疫苗 以及所有施打的国人 高端疫苗不管是在品质上或者是其他的效率 安全等等相信都是非常安全的 而他也希望可以保护大家 这个疫苗是可以保护大家的 希望大家都能放心 继续来关注第六轮61万多剂的高端疫苗 在8月15号开放预约接种 而目前第一天就已经有完成了30.2万人预约 而这个疫苗意愿统计还是以莫德纳 还是比较多 好选莫德纳的人单选只打莫德纳或只能 必须打莫德纳的人是402万人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库存只剩下56万剂 那单选AZ的是111万人 完成预约高端的是30.2万人 单选只愿意只肯打高端疫苗的人是3万人 好 那我们就要来看了 莫德纳疫苗高达402万人来选占了三成的比例 那指挥中心就说了 莫德纳稍留给第一剂的数量其实已经很少了 大约是60到70万人 而昨天有宣布联亚没有通过EUA 那再加上目前AZ供货出了问题不太稳定 还有很多长者需要打第二剂啊 那这样子算一算播一播 研判到货也是优先会给高风险的长辈先来施打 那么如果之后呢 BNT到货了以后也是优先给高风险的族群来做施打 另外我们就要来看到是Delta病毒了 Delta病毒也要是来势汹汹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人 这两剂包括了AZ包括BNT包括莫德纳 结果内外都还是发生说都已经打完两剂疫苗了 还是被这个变种病毒株突破性的感染 海大医院目前已经在进行的 就是这个AZ疫苗跟莫德纳疫苗的混打实验 而在领口长庚呢 同样也是在进行混打是AZ混打高端疫苗 最快在一个月后就会有相关的检验结果了 而这试验结果证明如果混打的保护力比较好 安全性也比较足够的话 那么未来高端疫苗也会考虑加入混打的行列 不过高端疫苗8月23号准备开打 食药署在上个礼拜四有公开中文的说明书 他们上面就特别写到这个保护的效期了 好就是在红框框里头的 我们可以来仔细看一下 高端新冠肺炎疫苗 好如同目前所获得让几十授权的这些这个影响 可提供的保护效期不明 这是完整的中文版的说明书 必须要进一步做一些临床试验才能够做确定 好那在中和抗体的效价方面 受试者接受第二剂疫苗后28天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还有一些共病者以及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抗体等等阳线族群就三大类 中和抗体效价其实也是比较低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关注的是 高中以下9月1号就要开学了 很多老师就上网发文了 说有人只打了一剂等不到第二剂 那现在中央又宣布说 如果还没有完成施打的老师们 或者是接种疫苗还没有满14天的老师们 都必须要自费做筛减 对此全国教师工会理事长还有立委就说了 很奇怪是你们政府疫苗不足 导致我们必须要做筛减 那这个筛减费用怎么会有老师自行负担呢 希望政府可以拨预损 那你现在教育部公布的一个数据 所有的老师的施打率已经高达9成 那在这样一个这么多的一个比率 已经有这样施打 其实他本身群体的一个 这样的防疫力已经够了 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说 是不是针对开学 为打完疫苗14天或者是开学 三天后或七天后 没有施打疫苗的老师要做这样一个快筛 这个动作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是多虑的 但是如果政府或者是CDC这边一定要这些还没有施打疫苗或者是为施打14天的疫苗的这些老师要做七天做这样一个快筛的部分 我们要求这样的一个费用 刚刚我们高欢也提到这些费用不应该转嫁由现场的老师去做处理 那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教育现场的许多的教职员老师教育人员其实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没有疫苗可以接种这件事情难道是老师们的错吗 这是我们政府在做一些施打还有中央造册跟配发上 不管是时间上有一些延误 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施打的这个数量跟剩余量的不足 而造成说他们现在呢变成是他们没有打到疫苗 然后呢他们还要自己去负担这些的快筛的费用 那如果说是因为政策规划时程的一些延误不当 而没有来得及施打疫苗的教育工作者 也请教育部能够研议是否能够去补助他们在这方面的快筛费用 毕竟他们不是自己来做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没有打到疫苗 这就是因为我们政府的疫苗不够 或者是配分配的这个顺序的问题才造成他们没打到 这边怎么办 这边怎么办 所以就是从来下里面的目的 那边都是因为莫央的 这边都是因为心里面的 第一个人 从来遇到 因为自己的政策 你卖是可能 还是 最后